啊 耶嘿 现在能把球打出去就算成功 已经降到90以下了 我的天啊 说起智能穿戴这东西 这两年在街上是越来越容易见到了 不知道大家平时在用这些手表和手环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到 他们支持的各种运动模式已经多到离谱了 普通的跑步什么的就不说了 还有什么滑雪啊 东山啊 甚至还有电子经济 就这两年的智能手表 你要每个100种运动模式 你都不好意思打招呼 但我想大家应该都好奇过一件事啊 你说这100多个运动模式 尤其是那些看起来就没有多少人会用到的运动模式 到底是厂商随便整了一个算法凑数呢 还是真的通过了严谨的测试 哎 华为运动健康科学实验室 李伟就半个小时 我直接冲过去看一下 登登 那么现在我就到了华为松山湖的 运动健康科学实验室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去看一下这个运动健康实验室 到底能做些什么样的实验 那么一起出发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电影洞骨的花絮啊 那些洞骨呢 就是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完成的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整一个巨大的体育场 居然就是一个大型的洞骨房间 这一圈呢 有28个摄像头 可以实现毫米级1万赫兹的采样率 据说啊 这一个摄像头就可以顶我工作室里面所有的相机了 也就是说我在这个场地里面 要是全身都贴满了mark点的话 甚至它可以捕捉到我肌肉的震动 那么这个场地可以用来干什么呢 可以用来模拟一下乒乓球 羽毛球 篮球 还有一些综合性的一些测试 再比如说呢 这个篮球场的底下 就是三块压力板 像这一块压力板就可以测出我起跳瞬间脚底这个压力的变化 而这个场地的话呢 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去调整它的布局 就比如说这个篮球框 它是可以收起来的 那么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一个项目 攀岩 我好想玩啊 但看起来好难哦 可能只能爬很简单的 我到这里就已经很吃力了 踩到那个滑了 我刚才也问过老师了呀 这个路线呢 它是国家体育总队来制作的一个专业路线 所以说我在商场里面可以玩两到三级的难度 在这里的话 我可能爬到一半都已经非常非常的艰难了 不知道屏幕线的小伙伴也没有爬过珠峰呢 那这里呢 就是一个高原模拟实验室 今天呢 虽然我不爬珠峰 但这个模拟实验室最高可以上到6000的海拔 那我们待会就去感受一下 知道的小伙伴应该知道 因为海拔不同 可能在深圳能测得准的传感器和数据 你到了高原 甚至只是3D就偏了 所以华为就特意整了一个这样的房间 随着海拔升高 温度 气压 甚至是这里面空气的含氧量都会降低 正常人的血氧一般会在95到98 等会呢 我们就会带上专业的血氧检测衣 注意看看我的血氧变化 好吓人 现在是血氧还是很正常的 我现在先测一下血氧 待会看一下我们这个压力减小之后 我这血氧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所在的高度了 我们现在只过了大概一两分钟的样子 老师跟我说这个上升的速度大概是500米每分钟 这应该是我升空最快的一次了 现在我们的高度大约是2200左右 可以看到我的血氧明显有了一些变化 正常来说血氧突然低于95 身体可能已经能明显感受到不是了 这里呢我的手表也已经弹出来了 高原关爱的提示 提醒我要注意一下身体可能会出现的高原反应了 现在的高度大约是2900 你降了90以下了我的天啊 这要是平时已经是准备送医院的水平了 不过我突然想起来啊 我好像之前去高原都是没有什么高原反应的 各位小伙伴们你们有高反吗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模拟的这个高度 大约是在2890多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打开海拔气压计 这里就可以显示气压 再翻一下 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模拟的海拔的高度 这个数值其实差的不是很多 还算是挺准的 我们现在再测一下血氧 最终我们的高度在2900米左右 我的血氧也恢复到了92左右 我已经逐渐适应了高原了 嘿嘿 没想到这根本难不倒我 OK 爬完了珠峰 那我们就传送回地面 来玩今天的第三个项目 高尔夫 这里我们有一个高尔夫的模拟练习球场 可以去帮助我们做高尔夫的一些挥杆测试 好酷啊 这个场地 我从来没有玩过 老师可以先给我们示范一下 哇哦 好大的地气 它球是直接打到这个木布上面了是吗 对 这边是一个木布 然后它会通过这两边有两个高速相机 去推断出我们飞行的方向跟距离 那这一个是什么 那这个是一个高尔夫的一个雷达监测系统 所以这里所有的机器最后都是为了做手表上高尔夫这一个功能 之前手表上面的这个高尔夫我还以为是涂一乐的 原来这么小众的功能也是需要搭建一个模拟场景来实验和测试的 这还只是手表那么多功能里面的运动里面的其中一项 而且除了最基础的测算卡路里这个功能之外 他竟然还为支枪运动单独定制了挥杆时间 速度这些数据的检测 好了 该捂完了 快让我试试这个高级运动 现在能把球打出去就算成功了 能挥到球就很不错了 左手伸直 这算是一次成功了吗 对 虽然我们机球这个就是速度不够 但是您的这个机球点非常好 听到很清脆的声音 然后球路是非常直的 就是非常好的 对 下竿的时候再稍微快一点点 这里有一个我的回放 然后右边这里会有一些角度 还有球速什么的 看一下 这次速度比之前快了很多 明显 完成第三项 高级运动 那么接下来第四个项目 平时我们接触最多的还得是跑步 所以这里有各种各样针对跑步的测试设备 但是呢不仅只有大家传统理念里面的跑步机 还有这样子的大家伙 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个就很符合大家对跑步机的刻板印象了吗 但是我跟你说这个简简单单的一个跑步机 比刚刚的摊个摄像头还要跪上好几倍 我们可以看到这台机器可以测出来我们在跑步的时候压力的分布 大家一定会好奇为什么实验人员的脸上要戴一个像这样子的口罩一样东西呢 戴来其实是一个气体呼吸代谢仪 通过这个仪器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能收集到在运动的时候的一些呼吸的数据 收集了大量的数据之后 我们再通过模型的计算 可以计算出我们的卡路里的消耗 最终再把这个功能塞到我们的手表里面 那么这里呢就是测试游泳模式的一个场地了 虽然看上去它是一个小水池啊 但其实它这里有点像是水下的跑步机 它可以设置温度也可以自己调节速度 这样就可以模拟不同的水与环境状态了 然后你们还可以看这里 这里有两个摄像头接到了这块屏幕上面 这么一个水下的摄影系统呢 就可以把我们实验人员的一个身体姿态给记录下来 所以其实手表里面显示的泳池模式和开放模式 是通过不同的模拟实验得出来的 并不是随便整了两个不同的模式来凑数的 这次到华为运动健康科学实验室参观了一天 不知道小伙伴们是什么感觉 反正我是有点大受震撼的 当然啦 让我震撼的倒不是那些专业的设备 毕竟华为怎么说都是一个大厂 整一些有点贵的设备还是很符合预期的 真正让我震撼的还是华为那些藏在实验室背后 细致中全的考虑 比如硬件上的高原模拟实验室 可能大家想着能有一个模拟高原环境的实验室 让人在里面测试个几个小时就已经够酷了 但华为却不是这么想的 而是更进一步的 直接在实验室里面搭了个宿舍 有床 有网 还有卫生间 为的就是不止模拟高原的环境 更要模拟在高原的生活 又比如人员上啊 注意到的小伙伴应该注意到了 今天实验室的猛男含量极高 其实很多测试人员都是省级 甚至是国家级的运动员 而且不只是我们参观的松山湖实验室 华为在芬兰还揭幕了新的运动健康实验室 用来研究针对轮椅用户的体验 为了让测试更专业 华为还和国体301医院进行深度的合作 所以其实华为希望的并不是一个 只能在实验室使用的产品 而是一个无论是什么样的用户 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得到优秀体验的产品 也许这种对于产品细致入微的追求 才是华为为什么是华为的原因吧 OK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这期视频有点意思的话 记得给我点赞三连关注哦 注意我爱说非常重要 那么我是天理 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